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音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爱用品分享 我知道我很久没有拍爱用品的分享视频了 那因为我自己呢护肤产品我耗得比较快 所以都会直接在空瓶剂里面出现 所以这个爱用物的分享 一般呢可能都会是那种生活类的爱用物 或者是不易消耗的这种爱用物 比方说像彩妆啊之类的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爱用物已经摆在后面了 这个是我前阵子刚给自己买的一个枕头 不是外面这个袋子 外面这个袋子我买了好多年了 这个是illuminaj他们家的这个枕套 那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里面这个 这个枕头呢是菠萝斑马他们家的枕头 这牌子一念出来会不会感觉很像在做推广啊 其实真的不是我自己真金白银花钱买的 而且我居然不知道有99大醋 所以我是提前买的 我感觉自己亏了一个亿好生气哦 我到现在连吊牌都还留着 我已经睡了大概有半个月了吧 因为当初买的时候 我真的不确定这个枕头适不适合我 我是想着说反正它有七天无理由退坏嘛 我想着说先试一两个晚上 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把它退掉 因为枕头这个东西你真的是要试了 才知道合适不合适自己对吧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越睡 越觉得是个很好睡的枕头 所以后来就连这个标我都懒得拆了 一直都放在枕头里面就没有动 等一下我应该会把它拆掉吧 这个枕头其实说实话收到的第一个晚上 我非常的不适应 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 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它里面的东西是可以取出来的 你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吗 它里面是这种中空的软管 不要怀疑你没听错 就是这种塑料的软软的这种中空的软管 后来我有问我的一个朋友 他以前也有做过枕头类的产品 他就说这种材料其实是在枕头里面是算比较贵的 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么一个枕头三百多块钱 本来我是觉得还蛮贵的 我是那种不太舍得在生活用品上花大钱的人 后来听我朋友一说成本蛮贵的 我又觉得好像还蛮值的 就这种占便宜的心理吧 好回到刚才说第一晚上睡不着 后来我就把里面的这个软管取出来了一点点 让它这个枕头的高度下去了一点点 第二个晚上我就睡得超级好 不瞒大家说我是一个会平凡起夜的老年人 我真的可能是肾虚吧 我晚上要起夜好多次 但是用了它以后可能是这个枕头真的还蛮适合我的 所以我有睡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半夜起来的次数就少了一些嘛 它这个枕头这里是海绵 这里是就是有点空空的感觉 就是下去的 然后这边也是软管 这里这两个部分都是软管 所以我一般睡的时候是脖子靠在海绵的这个地方 让头就是有个自然的挂下去的这种感觉 据说这种睡姿是对颈椎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因为里面它是软管嘛 所以你睡下去以后整个枕头的那个形状 基本上是固定在那边的 它不会随着你翻来覆去有所变化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婴儿的那种固定枕吧 而且它上面写着的是 这个枕头可以整一个丢进洗衣机里面去积鞋 所以就还蛮方便的 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不错啦 所以真的还蛮想推荐给大家的 不过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枕头这个东西很私人嘛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睡那种羽绒枕 非常非常柔软的 那种躺下去 整一个就陷进去的那种感觉的话 这个真的完全不适合你 它是属于比较硬的枕头的 我自己是觉得睡完以后对我的颈椎好像改善还蛮好的 就是脖子有比较舒服一点点 而且睡眠有比较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卖来试一下啦 我觉得枕头这个东西真的要自己试了才知道 真的不是推广 如果这个视频有幸能让品牌方看到的话 如果你们要找我打广告的话 我也是很乐意的 这个枕头我真的很喜欢 第二个家具好物呢 也是一个一拿出来就会被人说 这是推广吧的产品 这是曾经红遍B站的Softy他们家的牙刷 我又要再说 我真的不是做推广 甚至我当初买的时候 我有发过微博 我是领了其他up主的优惠券去买的它 真的我对天发是不是推广 因为这两个产品看起来都太像推广了 对吧 我这个大概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那微博 就是发了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就是用了还蛮长时间的 真的还蛮长时间的 那段时间我牙齿非常的不好 就是因为我自己手动刷牙的话 方法不对嘛 然后把那个牙幼稚就给伤到了 所以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特别的酸痛 后来我就换了这个电动牙刷以后呢 刷牙方式就变成了 直接把这个牙刷放在牙齿上 让它自己动上来自己动 这一段时间用下来 我真的觉得我牙龄出血的这个问题 明显的有减轻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一般都是只用第一个clean这个档 就是最弱的这个档 我觉得这个档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 我一般没有用到什么美白档啊 这是按摩呀 然后洗脸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没有用到 所以我就用一个档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 我买了到现在就充了一次电 甚至是我刚买它就没有充电 一直用 用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样子 后来第二个月才开始充电的 我觉得这个牙刷就价格呀 性能啊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当然如果有专业的牙医的话 可以出来说一下 它这个振动的刷牙方式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科学的 目前我自己用下来 使用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 第三样家具好物 是我们家这个夏天 买的最对的一样产品 就是它 这个是我用完 马上把它送回去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硅胶 硅胶类的这种冰格吧 因为冰箱里面自带的那种 都是硬的那个塑料的嘛 然后那个取出来就很麻烦 它这个硅胶的就很柔软 然后它一格都特别的大 你看它这冰冻在里面 你要取它的时候也很方便 直接就是把它从后面 把它从里面这样子推出来 它自己就掉到杯子里面去了 特别的方便 夏天如果你是爱喝冰水 或者喜欢自己在家 做一些冰的饮料啊之类的话 用上这个以后 真的幸福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 家居类的近期爱用物就分享完了 接下来就是彩妆类的 因为彩妆也是不易消耗的产品 第一个彩妆类的爱用物 就是自从舅舅寄给我以后 我一直一直在用的新都是二切 它是这么一大袋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子 一块一块这种切面的这个海绵 我觉得超级好用 又便宜又好用 这么一大袋 真的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真的而且它的质量还非常好 一颗也可以用很久 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了 因为它切面特别多 所以你化妆用它的话就特别方便 一面铺粉底 再换一面可以铺修容 或者你还可以用它来上 膏状的腮红或者是高光 遮瑕之类的完全没问题 所以自从有了它以后 Real Techniques的那个水滴型的海绵 但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用过了 这个必须是得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 特别好用的好物 第二样美妆类的好物呢 还是舅舅家的他们家的上妆工具 就是这个点彩刷 这两支呢 是当初舅舅寄给我的PR产品 然后用完以后我就觉得 小的点彩刷真的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自己又去入了两支 大的其实也蛮好用的 但是我感觉小的就是可以更精准的 画到你想画的位置吧 所以我个人比起来的话 是更喜欢小的这一支 自从有了这几支点彩刷以后啊 就不管上容易取粉的腮红 还是不容易取粉的腮红 我全部都是用它 而且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之前有同学说用不惯这个点彩刷 我觉得一开始我接触点彩刷的时候 也是不太知道怎么用的 现在就是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我一般就是用它来这样子点在脸上 或者有的时候腮红不是特别显色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打圈 这个小号我觉得真的可以很精准的 抓到你要画的位置 总之我觉得这个点彩刷 我也是强烈推荐 非常好用 你不会后悔的 第三个美妆来好物呢 是今年年初天气还很冷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底妆产品 大家猜到了吗 就是这个郑轩莫的粉霜 因为用它用到一半呢 天气一开始变暖了嘛 因为这款特别的滋润 我有做过测评 我会把之前做过的测评的那个视频 地址放在信息栏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 那最近呢 因为夏季快要过去了嘛 皮肤又有点开始 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 会有一点干干的 所以呢 我最近又把它拿出来用 哇 效果还是惊为天人 还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一个效果 这款就是 不管是在我皮肤 有点敏感 有点脱皮 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状态下 它都能完美地 hold住我任何肤矿 除非是天气太热 出太多油 它不行啊 反正是在干燥的情况下 不管怎么样 一上它就会有一种天然好皮的感觉 人家根本就看不出来 你上过什么底妆 就会觉得 哇 你这人皮肤怎么这么好 透着光亮的那种 所以这款呢 随着它天气变热 逐渐的又快要回归到 我自己的日常routine里面了 但是在视频里面化妆的话 应该不会用它 因为它的遮瑕力非常的低 它比起上镜的话 更适合日常生活中 打造一个维素颜的妆容 唯一有点不好的是 我最近拿它出来 想把这个粉扑洗一下嘛 结果发现 吃进这个粉扑里面的那些粉底 洗不出来 就是你不管怎么洗 不管用什么粉扑清洁液去洗它 它里面还是感觉有一吨的粉底液 你用纸巾一压 里面的粉底就滋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粉扑好像有一点点 洗不干净的样子 这个是我觉得它 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吧 然后这个产品里面的这个遮瑕膏 没有用 不太好用 所以我大概是 就刚买来试了两次 我就放弃了 里面的那个粉霜的产品 真的非常好用 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是中性偏干 或者是大干皮的话 我真的强烈的推荐去看一下我那个视频吧 就看完以后 你自己会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官吧 接下来是上一个视频 我就有说 我很喜欢用的这个产品 就是毛哥平他们家的这个鼻影粉 今天这个鼻子 也是用这个鼻影粉来画的 自从录了它以后 我真的 CAMINAL KON的那个修容粉 我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因为它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上个视频里面 也有跟大家说过 它这个高光 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光粉 没有什么亮光的感觉 它就是通过光影的这个作用 把你的鼻子 一下子就给拉起来 拔起来的那种感觉 我的鼻子其实不是算非常高的那种 然后我的鼻翼 就是有一点点宽大的那种嘛 但是用了它以后 把两边的鼻翼修进去 然后用这个白色的提亮一下鼻骨 整个鼻子的形状 我就觉得 就是我也是一个 有很好看的鼻子的人了嘛 就有这种自信感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产品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唯一的小缺点呢 不是它的缺点 是我的缺点 就是我觉得这个产品 它看起来那么小对吧 但是它的价格 就是有一丢丢的高 所以它比较适合 预算比较足够的同学吧 但是我真的要说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 一般人应该都会喜欢吧 接下来这个产品呢 同时作为修容的一个产品 就这个Armani的小胖丁 这个产品我入了有一段时间了 上一个视频 不是跟大家推荐了 那个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底妆画法吗 就是先把修容画在这个地方 再用粉底液提亮 虽然这个视频现在还没有发 但是下个礼拜一会发的 我是觉得那个视频里面呢 就是修容的这个部分 那个歌剧魅影的那个颜色 还是太黄了一点 在视频里面 因为我用的量是有一点点多的嘛 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偏黄 我自己剪辑的时候都有感觉到 后来就剪辑完那个视频以后 我又尝试了其他的修容产品 我发现Armani的这个修容 小胖丁修容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这种画法 因为它的颜色就真的是 很适合亚洲人的那种 棕里面带一点灰调的这种颜色啊 然后我今天用的就是它 涂在这个脸侧的地方 你就会感觉这个很自然的阴影 从这边过来 从正面看呢就有一种 就是我的脸好像有变小的那个感觉 因为这边的这个阴影就真的很自然 这个色号是20 反正这个系列好像修容 就是一个颜色吧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棒 Next One是一个眼影 这个眼影 为什么说是近期爱用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产品 甚至它是我非常早期的一盒眼影 看包装就知道是谁了吧 这个就是Lunasol好几年前的一个限量盘 叫巧克力盘02色号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啦 我不知道视频里面 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用量 就是这两个颜色 这里已经完全凹进去了 珠光色也是中间有凹陷的那一块 就是这个最深的眼线色 好像纹丝不动的样子 没有怎么被用掉 说实话一块眼影 如果被我用到这个程度的话 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 这盘我是去台湾的时候买的 我记得当时买它的时候 还跑了好几个专柜吧 反正好像还挺难入的样子 但是买完以后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好用 以至于那段时间 我天天用它天天用它 后来就买了越来越多的眼影盘 然后有各种五颜六色的眼影盘 就越来越没有想起它了 那最近呢 我突然就是想画一下 那种比较偏日系的那种眼妆吧 所以呢我就把它拿出来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 这盘黑色我真的是 现在用起来 我真的还是会非常喜欢的 今天眼睛上画的就是这盘眼影盘 你会发现 就这种棕色啊 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对吧 但是它真的可以就是 cover你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 你要去通勤 你就用这两个浅的颜色 如果你晚上要去喝个小酒啊什么的 出去休闲一下 你就可以在眼线上面 铺一点点这个最深的眼线色 打造一个比较小烟熏的感觉 而且这个棕色 真的是搭配你所有的唇膏 所有的腮红都不会出错 而且这盘哦 我现在凑近看一下 它就是画出来以后 真的会有那种日式的那种 很迷蒙的感觉 就是眼睛好像水水的那种 有点小勾眼的那种样子吧 所以最近我试了它几次以后 就莫名的开始 又重新喜欢上这一盘了 我甚至有点想把它挖出一个坑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我又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我就觉得 像这种眼影盘啊之类的 你花花绿绿的看了很多以后 最后又会返普归 真喜欢最初买的那一盘 大地色盘呢 就是我觉得这种颜色 应该是所有人手上都需要有一盘的颜色吧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两颗腮红 这两颗腮红是我最近 使用频率最高的两颗腮红 两颗都是来自Hourglass他们家的 这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叫Ethereal Glow 还有一颗就是上个视频里面 还没有发的那个视频里面 给大家一起画的这颗叫 Dim Infusion这个蜜桃色号 一粉一橘 这两个就是近期我的腮红里面的两个扛把子 由于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浅 所以我不确定刷在手上 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这个颜色 这个粉色呢 在手上大家如果能看见的话 会发现它是一个 有一点点发白的牛奶粉 对吧 这个粉就特别的baby pink 就是特别无辜 特别单纯的那一种感觉 就人畜无害的样子吧 所以这个粉色真的 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比较青春 比较活泼的妆面的话 这个粉色绝对是首选 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粉色 大家可以看我今天脸上刷的就是这个 浅粉色这个牛奶粉 就是它会让你的脸好像自带一种好气色 如果你冬天用的话 就会有一种在雪地里面 就是有一点点被冻的微微发红的这种感觉 特别特别好看这个颜色 那另外一个Dim Infusion呢 就是这个蜜桃橘 上一个视频里面呢 我有上脸刷过颜色的 如果没看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上一个视频的试色和上脸的效果 这个蜜桃色呢 就少了一丢丢这个粉色的那种羞涩感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更活泼更大方一点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通勤的话 这个蜜桃色也是完全OK的 那总之呢 Hourglass他们家的彩虹的粉质 包括他们家蜜粉 所有产品的这个粉质 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方面呢 我就不赘述了 这两个颜色是我觉得他们家彩虹里面 特别特别好看的两个颜色推荐给大家 最后推荐的近期爱用物呢 就是我嘴上的这个唇膏的颜色 我记得在视频合集2的那个视频里面 有很多同学问说嘴上涂的是什么唇膏 因为我做这种推荐类视频 或者我平时自己试色的时候 我都是好几个颜色叠在一起的 有的时候时间一过 我自己就忘记了我用的是什么色号了 但是呢 真的有很多同学问 所以我就后来自己又在家里慢慢尝试 就是寻找那个记忆嘛 最后呢 我就找到了那天用的两只唇膏 是这两只的组合 这两只呢 是前不久有在新品测试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一起试过的 Mac他们家的油物系列 一只是301 一只是304 我看见小红书上的博主 都很喜欢涂在这个地方 这只是304 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的裸粉色 在新品试色的那个视频里面 跟大家也试过 这个颜色在我的嘴上 其实是有一点点发白的 会浅的气色 好像有一丢丢的不好 但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一类颜色 因为看起来非常的嫩 非常的有无辜感吧 第二个颜色呢 是301 它是一个比较鲜艳的桃粉色了 那为什么是推荐这两个颜色呢 因为其实这两只 不管是哪一个颜色 单独在我嘴上 呈现出来的效果 都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每次当我 把它们两个混合起来涂以后 这颜色就美绝了 包括我今天嘴上的颜色 也是这两个颜色的混合 我把深色的涂在嘴巴里面 然后再用浅色的这个304 把它往外去慢慢的熨染 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 特别可爱 特别活泼 特别显嫩 然后也特别显气色 不会让你的气色看起来 好像生病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什么荧光感的 这么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这个也是视频里面 大家问到最多的那个纯色 你看我把这个桃粉色呢 涂到中间一点来 两个颜色一混合呢 就少了一丢丢 这个304的病态感 但是呢 同时又少了一丢丢 这个301的这个过于活泼 有一点点 甚至有点荧光的这个感觉 这两个颜色中和了以后 就变得一切都刚刚好的样子吧 特别的美好 好了 那今天这个爱用品的视频 我就拍完了 我待会把它剪辑一下 我看看能不能实现 一周两更吧 最近有一点点想尝试一下 一周两更 毕竟一周一更的话 有一些视频 可能我在月初的时候就拍完了 然后轮到月末了才放 就是有点好像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感觉 有些热度可能早就过了 我的视频才出 所以我就想着 是不是能够加快一下更新的频率 让自己的内容 能够稍微跟得上潮流一点点 我会尽量努力的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一周两更太过于频繁吧 我再次重申一下 这个视频里面 所有的产品都不是推广 都是我自己真的是 最近用下来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用 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产品 当然如果某一样产品的商家 看到我的推荐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来找我 我真的会很开心的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